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对数学的这种历史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主要在上一节介绍的是希腊的数学 实际上是属于今天我们大家的传统的数学定义的最早的发源地 因为实际上数学不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数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数学实际上是一个抽象思维的方法 而在古希腊之前主要还是一个算术 而古希腊的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数学家和哲学家和思想家 他们把数学从一个算术的这么一个层次提升到一个抽象的 尤其是几何和代数的思维方式的这么一个层次 这样的一种层次就定义了后来的数学的严谨性 数学的逻辑性,数学的抽象性和数学这个概念 有益于和其他任何学科不一样的特性 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数学的历史来看一看 在希腊以外它是怎么样一个进程 首先我们要指出来 实际上数学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数学的这个算术的问题 我们前面就讲的实际上在希腊之前 就有各种各样的算术的问题 而算术这个概念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计数 那么当然由于我们人有十个手指头 当然所有的哺乳动物严格来讲都有十个手指头 都有10 digits 只不过它的在进化过程中你只能看到不到10个 但是人是10个 自然而然人的技术的方法以10作为基本单位 这个就是为什么基本全世界不同的文明之间最早期的技术方法 基本都是靠10 当然也有12的还有60的 但是10是一个最基本的技术单位 最早的以实进制做的成绩表 99表在目前考证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战国时期公元前三百多年 这也就是古希腊的数学家的那些时间 那一个时间比秦朝还早 在战国时期就发现了一些古迹 里边有一些最早的成法表 而在古罗马或者是中国或者是印度 或者是阿拉伯一带的那些古文明 还有一些玛雅文明里面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应用的一些算术的规则 做了一些历史上的记录 那么这些记录主要就是还是以计算加减乘除来做一些表格 有助于他们做一些计算 这个我们讲到这是在古希腊之前 那么古希腊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中国 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叫祖冲之 在公元之后四百多年到五百年 这段时间他对圆周率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计算 计算到了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 今天想起来是pretty amazing ok小数点后第七位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足够用了 他这个圆周率实际上是中国可以说在古代对世界科学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因为这个圆周率据说是在现在的考证 在他之后八百多年没有被别人提出更精确的算法 祖冲之呢也算出来了圆球的内的体积的公式 这个体积的公式就是三分之四乘上π 圆周率乘上它的半径的三次方 在伊斯兰早期 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斯兰是让大家看起来非常沮丧的这么一个宗教的环境 非常非常恐怖 非常中世纪的一个文化环境 但是在早期的伊斯兰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世纪 那就公元八百多年的九百多年 那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伊斯兰的数学是非常发达的 数学里的代数的概念最早也是来自于伊斯兰的这些文化 algebra algebra实际上这个词好像是来自于阿拉伯语 同时呢 他对球体三角学有些研究 就在一个圆球面上的三角形到底是怎么计算 这个他也有些研究 公元九世纪十世纪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里边的数学的贡献 后来还影响了当时周边的希腊和其他的文明 这些数学上的研究的成果 在公元十二世纪前后和之后逐渐都被翻译成了拉丁文 包括古希腊的数学 阿拉伯的数学都翻译成了拉丁文 传入了欧洲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实进制的小数点的这个计算方法 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阿拉伯字母0123456789这个数字是来自于一到四世纪 那就是距离今天是2000年将近的世界之前 最早来自于印度人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石金制的技术方法来自于中国的商朝 公元前1200年 那么这个我们先放在这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商朝的这种技术方法 和我们今天熟悉的0123456789可能就是看起来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而印度在这个技术方法 一个最大的贡献 它就是引入了0这个概念 这是在公元876年 从印度发现的一个最早的板上石刻的古迹上发现 0这个概念开始被使用 在公元九世纪十世纪中 石金制0的概念和分数的概念 逐渐就在印度 在阿拉伯 在伊斯兰的这种文明中逐渐就被普及开来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分数的概念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小数点和0123456789这些阿拉伯字母 逐渐在公元十世纪前后就从中东引入到欧洲 那么引入的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数学家叫 Fibonacci Fibonacci是个意大利人 他把这些概念引入欧洲 引入欧洲以后逐渐逐渐在欧洲被广泛使用 进入了中世纪后期被普及 那么为什么管他叫阿拉伯字母 而不是叫印度字母 是因为在九世纪十世纪前后 阿拉伯的商人非常的活跃 在地中海一带 那么这些商人使用这些技术方法就被欧洲人采纳 欧洲人就管他叫阿拉伯字母 同时在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前后 欧洲的商业在围绕着地中海也开始逐渐发达起来 尤其是围绕着意大利 就是当时的Venice和Genoa 这两个重要就是意大利那个大腿的两个腿根 东边一个西边一个 那两个主要以贸易为主的城市 当时贸易非常发达 12世纪13世纪 这都是十字军期间后不久的时间 这段时间实际上那两个地方是非常贸易发达的地方 那么他们经过地中海到中东 到Levan和这些阿拉伯人和这些穆斯林人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贸易 逐渐的就使以阿拉伯字母为代表的技术方法 包括小数点包括零这些概念 逐渐就扩散到欧洲取代了罗马字母 我们知道罗马的技术方法 今天大家知道有很多大的钟表 上面都用罗马技术方法 一看就非常复杂 尽管它的规则很简单 但是看起来就非常复杂 只是在今天的那种大的公共建筑上 我们如果去欧洲或者在美国的大的那种仿效罗马风格的那些建筑上 用的那些年月日的技术方法 尤其是年的技术方法 都是用罗马数字 15世纪之后 这个罗马数字的使用方法逐渐就从意大利商人的范围扩散到整个欧洲 而那个时候的0123456789 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0123456789 而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这个随着15世纪之后 欧洲出现了印刷数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签字的模 把它逐渐固定下来 到了15世纪后期 16世纪初期 数字就开始固定到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些数字的表达方式 我们今天熟悉的0123456789 加上小数点这些表达方式 它的根源就来自于15世纪 16世纪 欧洲的印刷数开始以后 阿拉伯字母把它固定下来 而1516世纪正好是文艺复兴的前期 在那个时候 欧洲的数学某种意义上就只局限于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算术 arithmatic 一个就是几何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初中的数学的基本内容 在文艺复兴期间 算术和几何显然是非常有用的 看一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看一看在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的画 很多的油画里边都有一个立体感 都有一个几何的概念 这个实际上是以当时几何 在欧洲已经开始被广泛应用 有直接关系 文艺复兴之后 数学在欧洲就进一步发展 包括了代数 包括了后来的微积分 那么这个技术的方法 就是阿拉伯字母 这0月389的技术方法 到了19世纪 才真正的引入到东亚 引入到中国 引入到日本 所以中国和日本 在19世纪之前 是看不到这些字母了 19世纪之后 那也就是清朝后期了 才看到这些字母的广泛使用 那么数学从1718世纪以后 主要的最活跃的地段 当然就是欧洲 尤其是西欧 因为西欧出现了科学革命 各种各样的近代的科学发现 为什么在西欧当时会出现 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 这里当然有很多 深远的历史的原因 但总体上来讲 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 总体上来讲是一个海洋文明 他从罗马帝国开始就一直是围绕着地中海的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海洋文明 这样一个海洋文明到了17世纪18世纪逐渐就扩展到大西洋 扩展到太平洋 各种各样的远程航海 那么这种远程航海远程的探险就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导航 准确的地图的画质测量 这些都需要几何和数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因此几何三角几何 各种各样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 就成为了当时欧洲的数学的关键的分支 随着时间的往前推进 欧洲的数学就逐渐引入了各种各样的变量 各种各样的符号 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代数的这种概念 同时也引入了比如说指数的概念 因为有了指数的概念 可以使这种数字的数量级非常的简化 尤其是在进行各种天文和航海的计算中 指数的概念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坐标系的定义 那就是Renee Descartes 著名的哲学家 同时又是数学家 他定义了直角坐标系这个概念 那么直角坐标系的底层当然就是几何 通过他的直角坐标系 把几何和代数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解析几何 就是今天的高中代数或者初中代数 或者是后来的几乎所有的数学的一个最底层的 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后边很快就被牛顿和Leibniz利用起来 开发了微积分 因为微积分的基本概念是基于解析几何 所以在欧洲这个数学的概念就会非常快速的发展 那么我们这里顺便提一些著名的数学家 在哪些领域有些贡献 这个我们所有对这个理科 理工科学过数学的人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 加利略 Kepler把几何数学的概念用来描述天体上的各种运行轨道 天文学的轨道行星的轨道 解析几何是Rene Descartes 迪卡尔坐标系 这我们刚才提到 牛顿和Leibniz是微积分 再往下就是Firmat和Pascal 这都是法国数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数论的理论的概念 概率论的概念 组合论的概念 瑞士的Euler Ula提出了图论的概念 托普论的概念 微积分的一些发展和一些负变函数的概念 拉格朗日 就是法国数学家数论的概念 几何的概念 微分几何的概念 微分方程的概念 和微分优化的概念 Calculus of Variations 就是利用微分 求最大值最小值的概念 拉普拉斯又是一个法国数学家 各种天体上的运行规律和统计上的概念 和拉普拉斯变换 时域和频域之间的转换 高斯这又是一个德国数学家 负变函数统计概率高斯分布 这是最有名的一个概率分布 最有名的概率分布就是高斯分布 因为它是通过中心极限定理 任何无穷多的 无穷小的随机的变量加到一起 然后一除就出现一个高斯分布 几何的概念 微分几何的概念 矩阵的概念 数论的概念 这都是高斯都有很大的独创 高斯实际上可以是认为 当时19世纪窝珠最为大的数学家之一 欧拉也是 黎曼几何是非线性几何 成为了后来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布林代数 衡为后来相能的信息论的基础 成为今天的数字通讯的底层的数学 就是理散数学的很关键 然后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群论和抽象几何 包括Abel 包括Galloy 数学上的群论 Group Theory和Abstract Algebra 这些概念 像今天不学数学专业的人 就不是特别熟悉了 但是我们知道杨振宁的 Young Mills Theory 近代物理很关键的一个物理理论 就是基于群论 我们在这个讲座一开始提到一个Centor Georgie Cantor 提出的数论和极论 和各种各样的可数和不可属性 各种各样的无限极的可数和不可属性 David Hilbert Bertrand Russell 这是英国人数学家 数理逻辑上的贡献 Gordell Incompleteness Theorem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这里不多讲 然后再往后到20世纪 就是Van Neumann Van Neumann和John Nash 博弈论 Game Theory 到了四几年 Allen Turin 就是讲计算机的计算理论 到了Shenon 就是信息的二精致信息为基础的信息论 那么今天数学里面 大概起有63个不同的分支和领域 这是按今天的划分 那么这个领域总体上来讲 包括四个方面 一个是Arithmetic 就是计算学吧 Geometry是几何 然后是代数和微积分 但是它细分有60几个子领域 这里边具体的还有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数论 现在也叫Higher Arithmetic 就是高级算术论 还有就是数理逻辑 群论 厂论 环论 Ring Theory 还有在这些领域里边的一些子的分支 还有就是理散数学和计算数学 统计学和概理论 这些数学的分支 经过2000年 从最早的古希腊的 纯粹的几何上的一些抽象的定理的证明 逐渐发展到了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 非常非常高深的数学的各个领域 而每一个领域 很多都有一些具体到今天的高科技的一些具体应用 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我们就是再看一看 数学这个总体的这个体系 到底是属于人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 还是自然界中原有的理论框架 这种思维方式被我们发现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